近日,女子张某驾驶白色轿车来到宁波北伦大气派出所 停好车后,她直接来到报警窗口,说自己喝了酒,请求拘留自己 经抽鞋检测,张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158毫克每百毫升,属于醉酒驾驶 经查,张某因为家庭矛盾,心情烦闷,喝了七八瓶啤酒,随后开车前往派出所自首,想在看守所里静一静 人嘛,就是在喝酒之后容易做出极端的事情,自己一个人也不知道去哪里 然后当时就有一种想法,就是说开车去自首 最终,张某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,且五年内不得重新考取驾驶证 同时因涉嫌危险驾驶,被依法追究,刑事责任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